过去的这个球赛期 胡人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做出了很多不错的操作 这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重新构建出球队的主体架构 而很多新加盟球队的自由球员其实都算是胡人的老相识 从2020年帮助球队一起拿过冠军的霍华德 再到曾有过效力胡人经历达里扎 贝斯莫尔和爱玲顿等人 胡人也希望通过签回这些曾经的旧架 来尽可能的缩减新球员彼此之间的磨合时间 而现在胡人可能又将迎来一位旧架的回归 也就是龙多 据WallJ报道 之前从快船交易到灰熊的龙多 目前已经和灰熊达成了买断协议 在度过自己的合同承清期之后 将会有非常大的概率与胡人完成签约 对于胡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 毕竟早在此前 龙多还没达成买断的时候 联盟中就有多支球队保持关注 尤其是七六人 更是成为此前的领跑者 因为他们有交易特例 可以直接通过交易得到他 但最终七六人还是没有出手 而在如今达成买断恢复自由身后 虽然龙多还没有正式决定自己的未来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龙多与胡人签约 基本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而胡人显然也会给他开出一份老将底薪 迎接他的回归 值得一提的是 龙多回归的话 胡人队内将有三位排名历史前十五位的传球手 其中 詹姆斯场均七点四次 共计九千六百九十六次 位列历史第八位 维斯布鲁克场均八点五次 共计八千零六十一次 位列历史第十二位 龙多场均传球八点一次 共计七千四百一十四次 位列历史第十四位 说到这里 龙多回归胡人后 似乎能够再次喊出那五个字的口号 可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龙多回归胡人的情况 其实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认为 球队赢回了一位熟悉球队的老将 对于胡人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补充 主要是在三方面 一方面是 龙多在更衣室内对于球队的领导力 包括他的篮球智商和季后赛 所能提供给球队的能量 这是胡人急需的 毕竟 杜德利的离队 对于球队更衣室 另一方面是龙多和威斯布鲁克是不同节奏的球员 如果威斯布鲁克依靠冲击力一招先吃变天 那么龙多便是场上指挥官 他能审视度势 充分发挥每一名队友的能量 做到人尽其用 这一点能让他分担詹姆斯压力的同时 成为球队第三个可以稳定发起进攻的持久点 还有一方面 便是龙多对于年轻的纳安和塔克来说 有重要的指导和提升作用 可以让年轻人迅速成长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那就是胡人后场不需要缺乏外线火力的空位 由于目前胡人后场有主控威斯布鲁克 还有替补席上的纳安和塔克 这些球员中 威斯布鲁克和塔克的外线进攻能力都很薄弱 再加上一个龙多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球队外线火力不够的平静 从而导致内线空间更加拥挤 毕竟早在夺冠赛季的时候 龙多和詹姆斯同时上场时 就印证了这一现象 考虑到新赛季的比赛尚未开始 所以上述的这两个观点都存在合理性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一下 龙多过去三个赛季 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外线投篮似乎没有曾经的那么不堪了 加盟胡人的第一个赛季 龙多打了46场比赛 可以用场均35.9%的命中率 场均投进1.1个三分球 而在胡人的第二个赛季 龙多常规赛三分命中率虽然下滑一些 只有32.8% 但他在2020年的季后赛中 投出了40%的三分命中率 而在离开胡人后 龙多外星的手感似乎更好了 在老鹰效率期间 龙多的三分命中率有37.8% 被交易到快船之后 这个数据提升到了43.2% 而上赛季季后赛 龙多代表快船打了13场 场均三分命中率 还是维持在39.3% 这样的表现 让他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对手 不能完全放空的外线威胁点 这种威胁和拉扯能力 可能比龙多真正投进三分更有价值 也就是说 现在的龙多能够为詹姆斯和戴维斯 拉扯出进攻空间 而不是在像此前一样造成空间堵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龙多的回归 无疑会让球队的后场实力 获得进一步提升 而在说完龙多后 我们也来聊聊 最近跟胡人产生了一定联系的小乔丹 我们都知道 在近期 篮网方面对于小乔丹 已经做出了决断 他们打算放弃小乔丹 而对于篮网来说 解决小乔丹有三个选择 交易出去 直接裁掉买断部分合同 其中 交易基本找不到下家接盘 裁掉损失太大 买断合同既能节省一部分开支 又能空出一个位置 算是目前比较合理的选择 而一旦篮网真的买断小乔丹 让后者进入到自由市场 胡人也是被公认为 最有可能吸引得到小乔丹的球队 可是在此前 在杜德利离开胡人的时候 他曾透露胡人希望 在球队最后几个席位上 尽可能的引进年轻球员 来保持球队活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已经33岁的小乔丹 似乎不会是胡人的选择 但对于胡人来说 他们有机会得到小乔丹的话 还是会做出选择 一方面是胡人需要增加 内线的阵容厚度 目前 胡人五号位 只有霍华德和小加索尔 其中 小加索尔最近又传出消息 对于下赛期是否回归 他的想法有些动摇 所以 如果得到小乔丹 那胡人五号位 就会变得更加保险 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 小乔丹本人过去两年 始终没有获得太多 展现自己的机会 已经33岁的他 职业生涯的荣誉不傻 还没有太多鲜艳的成绩 如果加入胡人 他的位置和上场时间 有一定保障 同时 还有机会去争取总冠军 这对于小乔丹来说 无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条件 也比留在篮网枯座板凳更强 不过虽然道理上说得通 但小乔丹毕竟跟篮网 还有横在身 他的未来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给出明确答复 这赛季 胡人的影员像是胡人管理层 面对上赛季的失败的反思 他们重新带回出走的成员 招来更有经验的老将 意图在一年内重返联盟之巅 那么这一群平均年龄 接近35岁的球员抱团 能再次捧起总冠军吗 就让我们一起等着吧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